為我們分享 在相信中喜樂 一起聽我來打告 親愛天父 您是豐盛的神 你創造萬物 又供應我們生活的需要 讓我們在天 偏偏活在你的愛中 我們願意更多的認識你 體會你就是愛的根源 因此愛 我們得到激勵鼓舞與滋潤 過去若我們沒有聽你的話去醒了 求你饒恕我們的過犯 讓我們盡量努力 不再繼續做你不喜悅的事 今天我們來到你的聖殿敬拜名 求你敞開我們的心 讓你的話語刻在我們的心裡 讓我們能夠活出你的樣式 蒙你月亮 這樣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禮求 Amen 今天的經文 其實我們念的是下禮拜 再下一次我要講的經文 沒關係 反正我也有其他經文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在還沒分享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是什麼 題目是什麼 相信終不喜樂對不對 再相信終不喜樂 那你要知道相信這就是非常怎樣 重要的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其實我曾經聽過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我不知道我現在只是很模糊的印象 可是我就在那一次的故事當中 我就覺得印象非常非常的 覺得很被激勵 他就有講到一個信心的功課 就信心這樣子 信任 或者說相信 那就是有一個在街頭 就是他就是專門在做怎樣 走鋼索 走釣手的人 那這個走鋼索你要知道 鋼索實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他往一條線 很細的一條線 然後就走在上面 那你想假設他的技術很好 他的經驗很多 而且他走過無數次 而且練習過無數次 然後他就覺得說他真的是 他對自己有這方面的信心 他就邀請那個下面的觀眾說 如果你們願意相信 那你們就怎樣 我願意背你走過這個鋼索 那如果我是在下的觀眾的你 那你覺得你敢不敢上去 他才嚇死了 他背不動 背不動 所以很擔心 因為擔心他有沒有辦法承擔 你會有很多的害怕 你會有很多的恐懼 因為你的生命就在那一剎那 決定你會怎麼樣對不對 但是呢就有一個小朋友 好不猶豫的就 就跳上去說 我願意 就跳上去了這樣子 就跳上去了 跳上去了之後 其實在我上次聽那個人在分享的時候 我那時候想說 這個小孩子是怎樣 他有那麼大的信息 對這個人也搞不清楚的狀況 他就說他願意這樣子 就在那一剎那上去 你知道嗎 然後我問你們 為什麼他願意 為什麼 因為 那個人就是他的爸爸 他毫不考慮的衝突出去了 因為他相信怎樣 他的爸爸能夠怎樣 保護他 看護他的安全 他的生命毀身於他 他從小到大 他就是在一段環境裡面 被爸爸愛啊 被爸爸疼喜啊 所以他當然就上去了 好 這個故事要讓我們知道什麼 對 就是你相信嘛 你就敢全然的交坡跟衛生嘛 因為你相信 所以你知道說 那個信任之後 那個力量 所以他看上去就說 他是很喜悅的 當你相信那個人的時候 你跟他在一個關係 就是非常的自在的 非常的怎樣 free的自由的 因為你相信他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講 這樣的一個故事 我們今天要講誰 來 Felibis誰 誰做的 寶寶 那我們來看看寶寶 那今天 我們先看這個經文 等於你們剛剛沒有念到 我們就念這個經文 好 他說什麼 他說他必發天 寶寶是一個什麼樣的 我們先看寶寶是一個什麼樣的 第一個他說他 必發天的時候怎樣 就受什麼 割禮 這割禮是什麼 就是猶太人當時 如果你要成為一個什麼 以色列人的話 就是一定要怎樣 做這個割禮 就承認這個這個人就是 他的生命裡面是會立約的 跟神立約的 所以這是受割禮 所以他說他是什麼樣的人 他是以色列人對不對 而且他是怎樣 是變亞美智派的人 你知道變亞美智派的人 就是一個比較優秀的師派 是扫羅第一個 那個扫羅網 以色列網的那個派別 所以是很優秀的一個派別 所以這個是他覺得很覺得 引以為傲的 這個之派那 他說他是希伯來人 然後 舊律法說 這裡講到 舊律法說他是怎樣 法利賽人 好 所以法利賽人是怎麼樣的 很遵守什麼 律法的人 這是第一個他說的 第二個他說 如果從熱心的角度來看 那他是怎樣 他是誰 他會逼迫教會 他怎麼會逼迫 為什麼會逼迫 他愛優太人 他愛優太人 OK 他們那時候信不信耶穌 他們不信 他們是覺得 他專門在做什麼 逼迫基督徒 他專門的殺害基督徒 所以曾經有人就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被他殺了 所以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他說 如果從律法上來講 他是藝人 就是說他有沒有做錯 他有沒有遵守規定 他是一個非常遵守規定的人 所以我們十戒都守了 假設了 我們界定都守了 但是我們不會去愛人的話 那不會去信耶穌 不會去愛人 那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十戒都守 表示說他是怎樣 尊足為大 好 所以在律法上面是沒有 人家沒有辦法去用律法來說 你做錯什麼 所以你是藝人這樣子 所以他有沒有覺得他自己還不錯 從這個角度來講 他還覺得自己還不錯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 好 那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看 當保羅這樣子迫害神 就是不信耶穌嘛 所以這個扫羅就 那個主耶穌就跟這個扫羅 就是那時候的保羅是叫扫羅 他就扫羅 扫羅 你為什麼逼迫我呢 他就這樣跟他講 然後呢 為什麼後來他變成 我認識主基督耶穌為翅膀 為什麼從這個地方變到這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我們看看 這個 這邊的 右邊這邊的是 是誰 主天書 他問了這句話 扫羅 扫羅 你為什麼逼迫我呢 那我們再看看 他說主啊 你是誰 他不知道他是誰 那時候他會不會不認識 可是當這撒那 耶穌告訴他 他說你現在逼迫的就是我 你在逼迫我 這樣子 哇 這個扫羅 被上帝的光這樣 耶穌的光這樣光照之後 他的生命就遇見耶穌了 他知道這位耶穌基督是主 是救主 是我過去曾經迫害的這個主 所以他就後悔了 他就生命就改變了 他本來是在迫害基督的 後來呢 他說那你什麼 認識耶穌基督為主 這是他生命的改變 那我們看看 他改變了之後 就像我跟他說的 這個兒孩子他相信他爸爸 是因為他怎樣 對爸爸的信任 那過去保羅也是不信任主 他不相信耶穌是救主 他不相信 他說不可能耶穌是王 也不可能是我們的救主 也不可能把我們帶到來去 我不相信他 他是不信任 可是他 真正遇到神的時候 他被神的愛光照的時候 他生命就全然不一樣 好 那這時候他改變了 他說了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 這句話很重要 我們來把他名言一遍 來 只是我先前 以為我有諾有義的 我現在 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 不但如此 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 因我以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聖寶 我為他名基督丟棄萬事 看作憤怒 為要得著基督 好 這裡有沒有講到很重要一件事情 當他的價值觀改變的時候 當他對主耶穌認識改變的時候 他的整個生命就完全不一樣了 過去他以他所做過的這些事情 他覺得意義會怎樣 義 做一首律法 然後西伯羅以色列人 然後他是怎樣 他不只這樣 他也是一個 猶太人裡面被尊稱的 被尊稱是一個 等一下我會講 也是一個很棒的這個拉力 就是專門在做教導教育 所以他在這個猶太人的社會裡面 他是怎樣 有權是有地位的人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可是他現在把這些都當作什麼 有損的 我問你嗎 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假設你讀到博士 醫生 然後 社會地位很高 然後 你又是很富有 然後 什麼都有 有些時候你在走路的時候 比較有風 有沒有 因為我們覺得這是我們的驕傲 這是我們的怎樣 你以為榮 然後證明我的價值是非常棒的 可是寶龍也是 原來也是認為自己很棒 但是他遇到耶穌之後 他就開始謙卑的 他就開始把自己怎樣收起來了 完全不把他過去的 所擁有的這一切來誇耀他自己 沒有了 沒有 他是把這些都當作糞土的 改變了 他改變了 因為他遇見耶穌 他的價值觀改變了 他的生命改變了 那我們也要問看看我們自己 妹在裡面 以前我也會覺得說 啊 我不如人 然後呢 我就追啊追啊追啊追 我就希望我能夠如人 好 就是會這種現象 那我現在想想我覺得 你是很可悲 你看我也都是在追求 在地上的事不是嗎 我們不是都 我說我個人自己 就是也都是在追求 然後不希望被別人看清 不希望被別人怎樣 凝入 或是不希望被人 看不起 我們又很害怕人家 對我們的形象 所以過去的我也是有類似 雖然我那時候信耶穌 但是我還是一樣啊 跟一般人沒什麼兩樣 就是社會的價值 是以地上的事為滅 沒有以天上的事情為滅 所以我也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一直來思考 我們有沒有因為別人一句話 然後因為看不起我們的一句話 我們就難過了 但是保留不是 他都不是為了自己有怎麼樣難過 是因為大家還沒有信耶穌難過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看重的就是 誰還沒有信耶穌 我們就會難過 可能是會這樣子 會擔憂 會覺得如果他還信 改多好 因為他生命價值被翻轉了 他的生活的理念被改變了 因為他知道有一位這位神 至高的神是成為他幫助的神 所以我們看到保留改變 那他一直不斷的一直在強調說 這個他想要說 他要我們保留要我們每天都住在基督裡面 要住在基督裡面跟主耶穌在一起 然後他說用律法上的義 他說不是我有自己的 自己的因為律法而得到成義 他是因為怎樣 信 因為信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相信對不對 今天講到信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要因為相信這位主 然後呢而成義 這個才是主祢出希望而且喜歡的 然後他說我要認識耶穌基督 這個是一件事情 我相信說我當我越了解他 我知道耶穌是一個有復活的主 耶穌不是我信了之後就這樣死掉的主 不是這個 是他永遠永遠都復活的主 那表示說我們信的這位主怎樣 永遠幫助我們 陪伴我們 讓我們成長 我們不會因為這樣就死掉了 我們相信的人不會因為這樣就不可靠了 是擁有圓願 在你們所有一切當中 你就是跟隨他 你就得到盼望得到力量 是這樣的一位主 他說他願意怎樣 效法他一同跟他受苦 所以保羅受了很多的苦 他都甘願 他為什麼甘願 因為他是我爸爸 我願意跟爸爸一起受苦啊對不對 就像這個孩子一樣 如果這個爸爸怎樣 他也願意跟他爸爸一起同生補死啊 他願意啊因為他是我爸爸 他今天保羅也是一樣 因為你是我爸爸 所以我願意責起 我願意跟你受苦 我願意效法你 所以即使這樣受死 他都願意甘願 他願意這樣子 他說我相信 而且我相信我將來有一天 我要從死裡復活 這個是保羅的相信 那我們有沒有想看 我們自己 我們的信心 是不是也是這樣 不斷 我是自己不斷在想 欸 像最近你知道明明傳道 我就非常難過 我昨天前天我去陪他 照顧他一晚 你知道他整夜安好 我去心好疼 我都沒辦法回來做什麼 他後來吃不下 喝不下 沒吃沒喝 我看得好心疼 真的很心疼 所以 就覺得 欸 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然後我後來 我昨天 因為我昨天沒有辦法拆 所以我就請我女兒 以恩啊 以欣啊 我家上面兩個女兒 剛好回來 我說欸 今天你照顧他 下午你照顧他 他們兩個去照顧我 我說你照顧的心得是什麼 他告訴我 媽媽 我發現我什麼都不能做 真的 你在那地方每天想為他做什麼 可是你什麼都不能做 對不對 你就覺得 唉 好心疼 好難過 因為你看中他 你愛他 你看到他受苦 你會怎樣 心疼 所以 我看到他這樣 我真的很心疼 所以我們的生命當中 只要你是你 就是這個人是你愛的人 你看中人 他受苦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你會跟著他一起 就心疼 然後 會難過 會受 心裡會受驚 好 那昨天晚上 我在打電話給聽的時候 然後 剛好他的女兒回來了 兩個女兒玩過 夜都回來了 哇 非常的高興 我看到 然後才見面十分鐘 他們兩個在 他們在跟媽媽跟孩子在互動 我就不好意思的爬到 因為這是他們很重要的 親子互動的時間 我就捨不得去答 我說好 你們兩個 你們三個去講 那個親子關係 需要在這個時候很大的 因為孩子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那孩子有一個是空姐 所以然後在天上會來被去的 所以沒辦法 真的在他身邊陪伴他 另外一個是在力氣能力的工作人員 所以昨天晚上終於回來了 終於回來了 所以 孩子不太知道他的狀況 那我想昨天他們應該要很深的互動 今天有機會我再回去看一下 他們情況怎麼樣 什麼病啊 蛤 什麼病 就是說他本來他有癌症 然後 然後因為他這群策略之後 他可能吃壞肚子 然後就變成性腸胃炎 那可能這個過程當中 就加重了那個疾病的嚴重度 他本來就有狀況 就是他原來就有疾病的問題 不是說他這次怎樣 是因為有疾病 然後加要吃壞肚子 然後就兩個相加 所以他整個是附水 不是附水 整個這個肚子裡面全部都是 就是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就是烏得脹脹的這樣子 他這意思怎麼辦 不過沒關係 反正就是生命在神手中 生命在神手中很重要 好 我只是想到 我就想到 的確是一個心疼的地方 所以你在乎誰 你就會心疼 心裡面就會心疼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你的家人為什麼這麼愛你 是因為他心疼你 所以會 有些時候會念你一下 也是因為心疼你 然後愛你 所以他用這種方法來激勵你 這個是 那我今天要說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看這個保羅 他的生命裡面 他是因為認識基督之後 我們人生有交法跟解法 保羅因為認識基督之後 他就放下怎樣誇耀自己 他不再誇耀自己了 他也不再怎樣依靠自己 有多厲害 因為保羅在那個時候的 生活地位是很高的 可是他就不太 就是不太依靠自己的生命 有多有智慧 沒有了 他也不再依靠自己的計畫 過去計畫可不是這樣子的 然後後來整個改變 他全部都為主而活 他完全是破壞了他的計畫 然後再把他的喜好全部都放棄了 他本來是在做 你知道保羅本來在做什麼 製造上傳的對不對 他就是在做這些嘛 所以他這些東西 那個是他維持生命的一個工具 所以他是這樣子 那保羅很喜歡研經 很喜歡讀經 很喜歡把就業的聖經 全部都讀 讀了活骨關鍵手 然後再做教育工作 所以他本身是個教育者 那他也丟下他自己 他其實在保羅裡面 他很少講到有關他的家人的部分 好像都很少看到 我也不知道他的情況 但是他希望我們怎樣 能夠捨下親情 友情 愛情 就是说他不是叫你不管 而是说能够把主放在这个之前 当你把主放在这个之前的时候 后面的部分就都有了 但是你没有把主放在前面的话 这后面的部分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保罗就放下他所有一切 他甚至要放下那面子 甚至他也觉得说 他过去也是活在罪中 所以他也放弃他 过去曾经满足他生命里面的 一个软弱的部分 他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保罗认识基督的时候 他一直在捡他的生命当中 自己越来越少了 那我们来看看 等一下我看这个部分 我先说这个部分 我们看一个派教拉比 他是一个保罗先生的身份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部分 第一个他说他是一个遵循律法的人 然后他讲到说他逼迫教会 就说他过去的这种情况是这样 而且他是法利赛人里面非常著名 而且非常非常的有地位的一个教理者 那他在出生第八天的时候 他就受了割离 这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有讲到的 我把它整理成这样 那他又是一个以色列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又左边的这部分 都就是保罗很优秀的脸 这个叫加法 就是保罗把很多事情看到这个部分是很OK的 但是他认识了基督之后 他就把这些东西怎样 刚刚右边讲的 他不再夸耀自己了 他不再相信自己的村民了 他不再用自己的计划来做未来的规划 他放下来这一切 那你们看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的 在教会界领袖里面 我们也有些时候在追求的是什么 教会里面很多人在追求可能是大牧者 什么中会的议长或者是总会的议长 这个职位很多人 或者是成为一个读书非常优秀的人 成为一个神学院的教授 升等的教授 古博士等 这个都是在教会领袖里面很想追求的目标方向 这个都是一般我们在做追求的目标 那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 我最近也都一直在想说 对喔 我好像过去也都在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今天我们 每次我在看到保罗书记的时候就发现 这个保罗能够这样改变 一定主耶稣跟他之间的关系 是那样的神 那样的亲密 那样的一个纹身 他是有办法改变他的价值观 要不然挺困难的 过去他这么的优秀 然后他突然间要降悲 然后再伏伏在主耶稣的面前 伏伏敬拜他 伏伏感变 然后全然以他为主 我想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 一个生命的例子 很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看 如果今天我们属于的生命要长进 第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是 把神放在我里面 耶稣多一点在我里面 自己的东西少一点在我里面 只要有东西把我们占据 让耶稣不在我里面的 这些东西都怎样割舍 以耶稣在前面当人当头 这是你要属你要长进 用这种方式的长进 然后另外一部分 这个耶稣的教导里面 就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 来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你们要不要发现 这个第一个就是背十字架 然后主耶稣就要我们这样子 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 舍己跟从主耶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说 他必兴旺我必酸 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神越来越大 我自己越来越谦非 所以我是愿意 怎样降伏在神面前 我愿意降伏 今天我要问大家 我们的生命 我是否降伏在主面前 过去我也都不降伏了 一直跟他拼人 不愿意就是不愿意 那如今我也好吧 我顺服人 降伏 降伏 然后最后他的生命就是 我活着就是为了主基督而活 我活着我愿意为主基督而活 我想这是一个神面 很大很大的掉进 自己没了 神进来了 我想这个改变 我一直在想说 到底什么样的力量 让他愿意这样的改变 因为他也体会到那个爱 是那么样的神 那么的不大 我问你喔 假设你的爸妈非常爱你 爱到一个地步 他愿意为你做了任何事情 那你做孩子的 你会觉得怎样 你也愿意 有一天 你也愿意爸爸妈妈 你需要的时候 你愿意为他割舍你自己 愿意为他付出所有一切的代价 因为他是你爸爸 他是你的妈妈 对 我也愿意 因为那个爱在里面 让他愿意改变 我们再来看 在西国来说里面 他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齁 一起来列个 来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斯那寻求他的人 所以你看喔 越相信 越寻求他的人 怎样 上帝说你只要信有神 你就必得神的喜悦 所以我们要得神的喜悦 那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情 就是你要先相信 有相信 我问你喔 是不是圣经全部都读完了 然后相信他了 你才能够相信 就是你知道你懂的时候 你才能够相信 对喔 但是 我 我觉得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懂圣经 包括我 我都觉得我非常不懂 我可能 所有里面我读不到 这么一滴滴对上帝的认识 我觉得我没有 但是我信 好 我问这一师 他都要读了多少遍的圣经 他一直不断的研究 而且不断的做教导 我相信他有 没有不太知道的东西 所以没有一个人 全部都懂了才相信 没有一个人 你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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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谦虚啦 不是 不是谦虚 是事实 好 这是事实 好 很多 没关系 我们 我们真的是 每一个人真的是都知道说 我们真的很有限 你不可能真的懂 我们神这么的大 你怎么可能懂他 我们可能就像大象里面 说大象是什么 他就是一个只大耳朵 或者大象是什么 大象是一只大脚 你知道的是可能这样而已 一点点 一小块 但是你就愿意相信 你愿意相信 所以相信很重要 你在相信当中 你才有知道说 你的生命是越来越有盼望 当你不相信的时候 你怎么会有盼望可有呢 因为你不相信 所以你不相信这位主能够救你 所以你当然 不会有盼望可言 这很重要 所以我可能要 没关系 你可以继续慢慢等到你相信的时候 你慢慢等 但是你要知道 信就必得着 信就必能蒙神喜悦 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以前很急着想到你信 我现在非常急着想 好 那你就慢慢的追求 我觉得你现在我很喜欢 你越来越想要追求 这些是好事 当你越追求你就越有智慧 然后你越追求就慢慢相信 没关系没有让你马上相信 我立即相信都没有关系 上帝的时间有上帝的时间 我的智慧是连来救人 并不会因为我信神 就是因为这样 好 没关系 你就现在你就 但 没关系 就单纯你现在是这样子 没关系 等到有一天 你的智慧也是读书来的 对啊 我读书也没有信神 也没有信神 没关系 这个不用证论 你自己知道 你得到多少 你自己知道 我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 好 再来 我要说的这一部分就是 当你认识基督之后 我们来看看 刚刚他放下所有自己 宽耀自己 所有的一切 喜好 计划 想法 亲情 爱情 这些东西他放下了 他在说什么 他说 从今之后 我要基督成为我的什么 宽耀的地方 基督成为我的荣耀 不是宽耀自己 是宽耀神 第二个 他说他愿意怎样 基督成为我的依靠 不是我依靠我自己 我们很多时候都依靠自己 你要从依靠自己 到依靠神 这个历程 需要很多的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 那就没有了 这个过程 再来就是 基督成为我的道路 很多时候我会计划 我以前是计划 我要怎样 我说其实我一生就想说 就是死在张机 就是在张机 一生总量 就是最后的时候就是在张机结束 这样子 可是没想到我改变了 然后就到这里来了 这个也是我 没有办法 完全不是我的计划 所以基督是我的道路 他成为我的道路 生命的走向 再来 基督成为我的满足 过去我等为了学位地位 然后为了这个身份 然后来满足我的需要 可是现在呢 我也希望我以耶稣基督为我的聚宝 为我的满足 只要有耶稣 就觉得甘愿 甘愿 再来就是 基督我成为我的最爱 真的 我现在好像没有时间 去照顾我的家人 真的 你没有时间 再照顾别人 你照顾我的家人还多 我们家人的回来 几乎就是那种 短暂的相遇 一点点的时间 然后就马上分开 所以基督成为我的最爱 这个要改变是慢慢的慢慢的 我也在学习 我也没有办法所有的方向 所以我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放下 这不太可能 这是跟着你的信心有多少 来决定你有多少 选要改变自己 因为我们都有限 我们很容易就活在人的过程当中 又回来那个 那个样式很容易饶我又出现 然后他就讲到说 基督成为我的智慧 所以呢 这里讲到说不倚靠自己的聪明 那要求神的智慧在我们里面 真的你有 你读神的话也越多 你越有智慧 对不对 你看 这医师那么有智慧 就是读很多神的话 不断的不断的读 所以他不断的可以给我们 如果他没有读 我们怎么能够供应呢 以色列我们也没办法去的时候 越去的时候就要了解 那很难 因为他有读过 他有了解 他知道 他教我们 好 再来就是基督呢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爱我们的面子 我们常常很害怕人家瞧不起我们 可是呢 这里讲到说 基督要怎样 承诺我们的什么 跟我们显现 我们就不是以我们的面子为主 是以基督在我们里面 我们显现出来 神像我们显现的时候 就像保 耶稣像保我们显现的时候 他所有的面子 这个时候都已经不重要了 那个是神跟我显现 与主对 对 对欲 相遇 这个比较重要 好 再来 就是基督成为我们喜乐的来源 好 之后我们如果 活在最终的时候 我们就活 就是快乐不起来 可是如果今天 神成为我们的 生命里面的胖胸的来源 我们就会很喜乐 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就会很喜乐 好 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再来我们听到说 他说弟兄们 后面的部分就讲到了 我不是已经 自己认为是已经得着 我只要一件事情 他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怎样 忘记背后 无力烈求 好 我们本家在想 向着标杆直跑 忘记背后 忘记背后 OK 好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 到我们再来讲赏 我们的助理姐 真的是很可爱 常常都出了很多 很多跟人家不一样的生命的历程 我喜欢 很喜欢 我也喜欢 是真的 他对很多事情有不一样的 我们的诠释跟戒毒 我觉得都会带来我们很多的欢笑 谢谢你 那所以自己想到说 忘记背后 我们的面前 他后来想出 到底保罗要我们忘记什么 到底要忘记什么 保罗要我们忘记的 你看保罗过去 他曾经怎样 把那个师弟凡给打死了 那个地位信道的那个 他就把他打死了 所以这个保罗有没有做错事 有没有啦 也是今天做过事 而且不过去把基督都抓去关 后来他自己被基督 后来被不是基督徒 被他们自己的同党的人造型化 所以你看 这个生命改变 这也不是他预期的 但是后来就变成这样子 然后以前他很骄傲 然后林党祖 那现在他改变了 他现在 那我要问我们每一个人 也是一样 我们过去 我们有没有被很多的事物迷惑 然后我们过去 我们为我们自己需要 自己想要的 然后怎样 把那些东西装满在我们这里 一直要追求 不断的赚钱 不断的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 不断的 让我们的生命 越来越被肯定 越来越荣耀自己 我们以前过去 不是都是这样子 在追求我们的吗 追求我们的生命的一个 让别人知道 我们是谁的一个认定 但是今天呢 他说我们要忘记 忘记这些东西 忘记背后 努力什么 那当然要努力面前 努力什么 保罗要努力的是 多认识基督 像现在那个 帽终银 越来越想要查经 要认识神的话 然后他现在都有参加 阮老师的查经班 那也有参加我们这里的祷告会 这就是你愿意认识基督嘛 所以我们 我是心自开心的 因为你愿意认识神的话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愿意更多认识神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 就愿意更多认识神的话 得到力量 得到鼓舞 猫头一动会 已经会贴经文了 过去他都不相信这些经文 那现在已经会贴经文了 我们总共开手一下 来来来 过去他都说 你看 那个经文谁不会啊 那个怎样 只要看翻身经就知道 为什么他在贴 现在你换笔在贴 没有这样讲 没关系 那反正那时候已经过去了 那已经不再是你了 你现在也是改变的 改变的 开始贴经文 开始知道 经文也对你有些帮助跟鼓励的 开始了 继续贴人游行 OK 这个不会有人说话 所以认识基督 我们要不断的认识基督 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对神 不断的了解 然后我们越来越学下基督的样式 那基督的样式是什么 谦卑啊 然后爱人啊 舌己啊 然后愿意成为民谱的样式啊 然后愿意活出什么 九种果子啊 这个都是基督嘛 对不对 我们跟神学的这个 树林的果子 我们要有这个树林的果子 我上班也没有办法觉得很好 所以我们不断的来学 不要说我们没有完全忍 但是我们就是不断的跟主学 让我们生命 今天比过去的我更好 有很多人说 你看那个基督也是一样啊 都 怎样生命也 看起来就不怎么样长进啊 如果他今天比我昨天还长进 那我就要高兴了 对不对 我不可能 一开始就很厉害很优秀 所以我希望是这样的状况 佛祖基督 快跑跟随主 这很重要 你的心不断的要记得神是怎么说的 神是怎么看的 那你在看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会很多的难过 要不然说 怎么这样欺负我 他怎么样那样子惹路我 他怎么样羞辱我 他怎么样羞辱我 你看到都是被否定的那一面 可是你有看到 主耶稣他怎么样提拔你 怎么样提升你 怎么样爱你 你从这个角度来想 你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不是吗 你的喜忍不是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得到力量了吗 不是这样吗 我们一起来学习 那我们的标杆是什么 你看就是追求你跟神主 跟神主 那毕竟在神面前 那不再追求 其实我还是多在很多人 我还是在追求这个外在的价值 也 所以我们在想说 我们到底标杆 这保而标杆就是主 他的方向就是主 那我们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你先来问你自己 你在追求哪一个 是上面这个还是下面哪一个 好 那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就从下面这个 慢慢追求到上面哪一个 不是吗 这是一个力程 这是对主跟主的关系 不到的改变的力程进展 所以我们在后面 他说要得到奖赏 这个奖赏是什么 这个刚好 这次查经班刚好有讲到这一块 他说信 当你相信 当你相信 然后你又去遵行神的话语 就不是只有相信就好了 你要相信之后 又要去揍 去活出来 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遵他的旨意而行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才可以得到这个 永生的盼望跟奖赏 才可以得救 这很重要的一个奖赏 然后他又勉令我们 要成为天上的伯母 要效法基督 然后呢 天天在等候 有一天主降临的时候 我们可以跟神同行 然后呢 神也因为这样子改变我们 我们过去 你看我们以前生命的时候 我们是这个肉体 但是有一天 我们的肉体要得到改变 跟神在一起 所以那个生命就改变了 所以生命的死 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不是死 不是绝望 而是怎样复活 所以我们复活的办法 我们的灵 我们的肉体 我们是得到改变的 跟神的一样整的领在一起 得到荣耀 那最后来讲到说 在相信当中 怎样得到喜乐 就是信靠主 下礼拜要分 不下礼拜 再下礼拜 因为下礼拜是母亲节 是牧师分享 那在下礼拜 我们再讲到说 第四章 就是今天你们念的情文 好 那就是要靠主常常喜乐 当你在信靠主的时候 你就发现你的生物里面 就会有力量跟盼望 然后呢 你要知道说 我们的神是丰盛的主 什么他没有 他什么都有 所有一切他都拥有 只要你信靠他 你就拥有这些东西 那生命的盼望更大更大 所以你只要信神 你的生命必须被悦纳 我们的生命就被悦纳 那我们说 有神的悦纳 有没有 生很开心 咦 我们做孩子的 就一定更开心 对不对 所以如果在家里面 如果你父母的生命很喜乐 相信你的孩子怎样 看起来就觉得更有怕光 对不对 如果你每天生命活得很不喜乐 你孩子看到你 那信耶稣啊 信啊 不太喜乐 你的孩子说你说 祭耶稣多好 实在很难相信 很难相信 所以我期待我们的生命里面 真的是在相信当中得到喜乐 我们一起来把祷告 亲爱天父 求你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正是你 成为我生命当中的脂肪 让我们的价值观 印着你而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也印着 有你在一起 我们 与我们同行 我们就有力量 有盼望 有喜乐 希望我们生命当中 每天都活出喜乐 在相信你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 完全的力量来源 那个是不断变的来源 那个喜乐的全面 就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而出 这样祷告 就是奉靠主义出今天的目球 阿们 我们一起来上这首歌 又要相信 你我相信 我相信 我很相信 大家好 我相信 我相信 你相信 你相信 天空也能多依 只要春風向前外傾 在神的海洋也能分開成淡靜 變化我的光輝從未所斷 在神的心裡有難成一世 眺望距離如光無知修悔 等空它必依然歡呼讚美 向天井主的愛永遠 更改為了不改為了自要的生活 誰不相信 人能相信 因主的慈愛永不遠改 誰不明白 人要勝負 民主已將權 當時全力主在 變化我的光輩 從未所亂 在神的心裡有難成一世 眺望距離如光無知修悔 年紀いて欣然 雖然世音蝦